欢迎回来华视最国际的节目现场 乌俄战争在本周正式进入了半年了 那么这半年以来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包括大家最关心的物价 能源 粮食短缺等等 效应都一一浮现了 那这两天大家还最关心的就是 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位于乌克兰的 扎波罗热这里也是两方都在交火 那么而且有一度是40年来首次的电网断电了 那到底普丁的盘算是什么 冬天又快到了 那么这个情况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战争又会如何的发展下去 台湾从这半年里面又到底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观察的是 从我右手边开始是政大国际事务学院 洪美兰教授 老师您好 厉林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是我们国防政策研究会的研究员 鲁斯斌 鲁斯斌你好 主持人好 好 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现在大家非常的热议的就是 乌克兰全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这边来关心起 我们先请导播来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全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现在是40年来首度来断网了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扎波罗热 它是战前就供应了乌克兰 五分之一的电力 那目前是被俄罗斯所占领 厂内还有9000多名的工作人员在维持运作 那有两座反应炉仍然是ing的在运作当中 那我们刚刚提到 最近是发生了40年来首次的这个电网 一度的中断了 虽然后来恢复了 那大家都在问说 这是土丁的什么样的盘算 万一擦枪走火的时候 真的是会两败俱伤吗 所以先请教洪老师 这个事情让欧洲好多国家都好担心 就是说这个原本供应乌克兰 甚至于卖到国外去的这个电网一度断电 那大家最担心的是 正在运作的两个反应炉 如果一旦怎么了的话 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那个影响 您觉得普丁在这方面就能了解 他现在这个颅异算盘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大家最外面最关注的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就是核能安全这个部分 核载的部分 那这个电网断线的这个部分 双方其实都互控说 是因为对方的这个攻击 现在这个电厂是由俄罗斯所掌控 那乌克兰如果想要夺回这个电厂 那势必一定要有攻击 那当然这个攻击 就会早可能造成这个危机的部分 可是在俄国这个部分会来看 他会认为说 你制造这个恐怖的这个攻击 其实有一点是想要引西方过来做违和 或者是引北约的力量进来 那这个部分是俄罗斯没有办法做接受的 那接下来想要请教鲁斯宾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境内 原本可能有四五条电网 那么已经被俄罗斯几乎断掉了三个电网 现在还有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杂波罗热 那这个电厂呢 他除了供应乌克兰之前呢 也曾经外溢卖到其他国家 那到底呢 普丁现在冬天又到了 他现在的这个盘算是就你 就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媒体的一些观察来看 他现在是打算要彻底的从这个地方来掌握 就是乌克兰的电力吗 还是说普丁的盘算是什么 杂波罗热核电站 它是全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那俄罗斯现在已经派了一个影的这个兵力 在驻守这个核电站 那这个没有如果对乌克兰来讲 如果没有这个杂波罗热核电站的话 乌克兰非常难度过今年的这个供暖剂 因为它占了乌克兰30%的电力 但是很有可能是 它这个M77榴弹炮 或者是俄罗斯的炮弹 打在那个冷却系统里面 它外露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像福岛那样子的核事故 就是没有人会死亡 但是呢 你这个核事故附近 包括俄罗斯本土的黑海沿岸 这边的居民都需要带上防毒这个面具 因为它可能会增加罹患癌症或肿瘤的几率 所以它这个风险现在在这里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电力之外 这两天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一个非常就是让人家想说 到底这又是俄罗斯怎么的盘算 就是赫然在离圣彼得堡 跟芬兰就是交界的这个边境的地方 就是有芬兰这边就拍到说 怎么有这个天然气在这边 就被燃烧起来了 那就在想说 老师您怎么样观察 这个俄罗斯是宁可天然气不卖 这样烧给西方看 还是它另有什么样的盘算 那这个天然气过去到欧洲 是靠着天然气的管线 但是今天它如果要往其他地方出口的话 势必要走的是液化天然气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觉得 它比较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有点在测试 做液化天然气的一个test 一个城市 那可能这个城市上面有一些问题 所以引发了这个燃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是 那老师您我是想要请教 如果您对这个俄罗斯的民族性 有进一步的了解 您怎么看 就是说之前我们也看过说 其实就是说对俄罗斯的很多制裁 其实俄罗斯都用很强硬的方式 来这个对外界表达讯息 就是现在新闻说俄罗斯在边界 故意烧这个天然气给欧盟看 其实俄罗斯之前也做过类似的动作 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刚爆发的时候 西方对俄罗斯发布了这个农产品 不可以进口到俄罗斯的制裁 那个时候俄罗斯就做了一件事情 俄罗斯在全国架设了那个官媒的电视机 直播现场观看德国的乳酪起司 堆得跟膳一样高 然后俄罗斯用那个碾压机 把它全部碾压过去 就是他只是要给这个欧洲社会证明 宣誓性的这样子 对宣誓性说我宁愿不吃 我也不要进口你的东西 就是代表宣誓他有能力 来进行这个就是反制裁的措施 那这个俄罗斯一贯的做法 比较像是这种做法 那像这个故意烧天然气 也是蛮符合俄罗斯过往的 这个做法的先例 一个这个战斗民族 很强烈的民族性 那接下来我们从能源 然后我们再来关心人 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 有4400多万的人口 那么现在战争整整 我们刚刚讲 在本周进入了半年 所以我们来看到说 从这半年以来 造成的是有1200万的人 那是逃离家园 在国内国外的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多的数据 几乎就是4000多万人口 1200多万都是流离失所 然后很特别的就是 我们看到当然在波兰很多 然后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等等 那么跑去俄罗斯的 也相当的多 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 在这张CG里面 这1200万人 其实所移动最多的国家 竟然是去到了俄罗斯 那所以想要请教一下鲁士兵 为什么这1200万所有逃离家园的 乌克兰里面 最多竟然是跑去了俄罗斯 你怎么观察 现在有个数据 就是俄罗斯的人口 平均每4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的亲戚 是在乌克兰的 所以从这个数据 就可以知道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这个之间的来往 是非常密切 那今年呢 就是本周进入半年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为您整理了 乌俄战争的大事一览 让我们简单的做个回顾 2月24号 就是呢 当时就是 普丁以这个特殊军事行动之名呢 进攻了这个乌克兰 那么在当月的时候呢 2月28号 俄罗斯呢 就以这个和威辙部队 就进入了备战状态 那么在经过呢 这个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非常重要的 南部的这个马利波港口呢 就是把它全全的掌握住 当时我每天都看到新闻 好多这个平民百姓 都因此而丧命 那6月的时候呢 当时战事呢 是满百日 当时乌克兰几乎 已经有五分之一的领土 被占领了 那么7月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 在乌东这边原本的 除了那原本呢 各自独立的两个小国家 卢干斯克 顿内斯克 从乌克兰这边 自己呢 宣称独立的国家之后 那么俄罗斯也拿下了整个乌东 几乎是整个乌东的 顿巴斯地区 尤其是卢干斯克州的全境 那在8月24号的时候 就是进入了半年 也就是本周的这个事情 那接下来想要请问洪老师 您觉得这个战事 就是像这个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所说的 他们虽然想要收复克里米亚 想要收复顿巴斯 但目前看来 似乎蛮悲观的 俄罗斯所想要的两个目的 已经达到 第一个他要控制整个黑海 再来第二个就是 他一开始所讲到了 亚树钢铁厂 就是对抗新纳粹这个部分 他也已经取得了这个部分 那所以这个部分 对乌克兰来讲 确实是非常的可能 就是付出的一个代价 那这个部分呢 可是现在泽伦斯基 几乎也很难 很难做这个反攻的部分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些重要的地方 都被控制之后 他的经济已经造成了 非常严重的损害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很快的 为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半年之后 其实有好多的影响 包括除了说 那双方各自有人员的伤亡 我们看到乌军是近9000人阵亡 俄军估计大概有1.5万人阵亡 那更不要讲说 这个能源粮食价格 那么欧洲的天然气 以8月来讲 已经比前一年贵了10倍 那这个联合国也预估 今年的粮食会来飙涨 那么这个欧洲的部分 就有好多的通货膨胀 像这个我们这边 虽然只是列了英国跟德国 包括波罗的海三小国 都有很多人说这个通膨简直就是像战争水 那我们看到英国部分涨了10% 那么7月的CPI这是创下了40年的新高 那么德国也涨了8.5% 所以最后想请两位跟我们观察一下 就未来的这个影响 因为冬天也快到了老师 所以这个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其实大家很关注的就是 这个能源飙涨的过程当中 就像我刚刚讲到 如果价格一直在持续飙涨 西方的人民舆论能不能再继续支持 这个部分会不会有所松动 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 想要问一下鲁士兵 对俄国来讲已经制裁了他大半年了 到底对他的伤害的效果真的浮现了吗 还是其实不管这个西方怎么样的制裁 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的民众 总是把他自己的通路 基本上对俄罗斯来说 这些制裁几乎我这边所了解 比较没有影响 尤其是现在卢布的汇率 比开战前反而更好 那你现在这些买不到的西方产品 俄罗斯还是有自己的管道可以买 比如说你透过蒙古 透过土耳其 透过吉尔吉斯 哈萨克 你可以从这些网路网购 去买到这些西方产品 因为他们在这些国家并没有被制裁 所以这个制裁是很轻易就可以化觉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洪老师 就是现在乌俄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了 那我们还是要回来台湾 我们就是一直在观察乌俄的种种面向 您觉得这半年内 给我们台湾带来什么样的lesson 我们提醒大家这个 你我都要小心的 正义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坚持的没有错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让我们的损失会比较少 这个可能在角色上面是 我们台湾应该要特别学习的一个部分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政大国际事务学院洪美兰教授 以及国防政策研究会研究员 鲁茨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观察乌俄半年 其实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 尤其是现在冬天快到了 这个欧洲的物价不断的涨 涨到那40年的新高 那么最之后力挺乌克人的力道 会因此而有减弱吗 因为人民恐怕生活 也就是非常的痛苦 会不会影响到政府的一些决策 都是未来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 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关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